我們來看看剛剛老師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學到的 插入這個文字應該沒有問題 插入連結 插入連結就很簡單的 你只要是網址就好 他就自動變成超連結 所以自動變成超連結 至於說剛剛插入這個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調整順序是不是也會了 如果說你有那個 假設我在這邊 我的這個有前後順序之別的 就是你有重疊的話 這裡我們順便看一下 我現在是因為這個是後面插進去的 那調整順序怎麼辦 這裡有一個 你在這個按右鍵 這支符按右鍵 跟我們的那個PowerPoint一樣 這裡有 最上面 最下面 上一層 下一層有沒有 假設我現在這個畫面 那我把它推到下一層去好了 把它往下推 我點到人比較快 按右鍵 推到最上層 有沒有跳到上面來了 就同一個頁面裡面 跟我們那個PowerPoint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比較快 這樣就上來了 這是剛剛我們沒有特別用到的 那再來就是剛剛講的文字的那個超連結的部分 超連結其實很單純 今天我直接把這個連結把它複製起來 放進去 我就點一個字放進去 它只要是超連結 像這樣連結的 點一下 哇 糟糕 因為我這是YouTuber的齁 我來另外一個好了 來這裡 好 這個網址 好 點到它 我來編輯一下這個文字 好 貼進來 那這個當然要小一點齁 如果您覺得齁 因為有時候我們網址會很長嘛 我倒蠻建議您可以試看看 有一個叫Google短子 有沒有 離開之後它就變成一個超連結 在簡報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點 可是通常這樣太長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說不美觀 所以您可以試看看這個 有很多短子的服務齁 那麼Google本身就有一個叫Google短子 您只要用這個服務點進去 好 你就給它您的網址 然後按變短 它就給您一個 這樣一樣的內容 可是呢 我放在這邊 我點到這裡 編輯它一下 這樣是不是短很多 比較不會覺得那麼難看 比較不會覺得那麼難看 那它預設呢 只要是超連結 它就自動幫我們加上一個底線 那麼這個底線的顏色 您就要到我們的布景主題裡面去設定 好 到那邊去設定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嗯 這個是 插入我們那個超連結的那個方式 其他選東西的那個技巧 跟剛剛都一樣 就是如果您已經放大到很大 你會發現會選不到它 好 比如說我現在放大到很大 像這樣子 有可能點這個物件的時候 你會選不到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選不到 所以你記得 會滑鼠滾著 往後退一點 有沒有 滑過去 當它有出現一個框框的時候 不要客氣 這就是可以選的狀態 這就是可以選的狀態 就是可以選的狀態 這樣會了吧 而且其實你看喔 我們再補充一個 就是說如果我增加一個頁面 我今天增加一個四方形的 好 增加進來 在下面這裡 好 我把它拉下來一些 有沒有人規定說 增加的時候一定要 像這樣子 今天你也可以怎麼樣 我在這裡 我稍微旋轉一下喔 有沒有 為了我整體美觀嘛 我也可以旋轉一下 那來這裡的時候 請問你 你如果簡報到這個位置 它會怎麼樣 它會自動轉正 這樣了解嗎 不管你剛剛在這裡 你看我在這邊的時候 不管你這個 就是這個頁面 我們講的這個頁面 你是給它轉到什麼角度 反正待會兒 它再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把你轉正 自動把你轉正 你看我點到它 我可以直接 Room to the Flame 按一下 有沒有自動轉正 有沒有自動轉正 對 那你要在這邊擦什麼 那種都沒關係 這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 其實有些時候 你稍微改變的不同角度 看起來會比較不一樣 會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 我們稍微補充一下幾個 剛剛這裡面沒有提到的 OK 那麼至於說 您如果要擦入PowerPoint 或者是那個PDF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通常我 倒是蠻建議 既然 你要用Place的 就希望 不要再看到它 對不對 就不要再用它了 因為它進來 就是一頁一頁而已 好像一張一張縮圖這樣 所以 我覺得 您就可以 少用啦 少用試看看 那您記得 如果您是PowerPoint進來的 它好像把那個PowerPoint 拍個頁面一樣 你原本裡面那些動畫啦 那些通通都會沒有 就好像一個照片而已 就是好像一個照片而已 所以我沒有很鼓勵 各位一定要用這個 OK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您 請您再試一下囉